到了中三級科學技數法的第四部分 我們要審題,小心點 我們看到 Round off the following numbers to face significant figures and express the answer in scientific notation 即是都是將一些大的數目字 將它用scientific notation去表達 不過這次我們就是要做Round off 即是4寫5入至3有效數字 到底怎樣做?我們去片 以2A的數字為例 由於它是大數字 它是幾千元,二千多 好用,你給我兩千元 大數字 大數字與細數字 先認定位值 位值是10的3次 為什麼? 因為是0次,1次,2次,3次 我們先寫初步答案 我們先說了 如果是拿最大為值 我們會乘以10的3次 不過拿什麼數字 乘以2.3456 OK? 它說Round off the following numbers 就是3 significant figures 即是3位有數字 正如我之前教過你們 最左手邊的failing數字 開始數 就是第一個 有效數字 現在呢 failing數字就是2 第一個 2,3,4 就是3位 但是最後答案 就不是2,3,4 因為我們有4寫5入 所以呢 就是2.35 OK? 這顆數字可以Round off 後面那個 就絕對不能Round off 因為後面那個 適合到位值問題 Pace value的問題 OK? 你Round off之後 就會完全變成值 而且也不是小數 所以不能Round off 最終的答案就是這個 多謝大家 我們再看下一條 至於2b這條 也沒什麼特別的 又是數一下位值 就是這樣 10的0次 10的1次 10的2次 好 2,3,4,5 好 10的5次 數完了 接著就寫答案 又是寫 由於那個10的5次 我們會乘10的5次 所以我們會寫個6 就是個位數字 就是A數字 60950743 再乘以10的5次 OK? 由於我們要Round off 去Face significant figures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 數三個Failing數字出來 先從阻起 好了 接著就有進位問題 由於6.095就是4CM入 我們就會寫6.10 OK? 6.10它都是這個有效數字 三個有效數字 好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 6.10乘以10的5次方 就是取了三個有效數字 這個就是最終答案 好 我們再去下一條 到2C這條 我鼓勵大家Postura面 然後對答案更好 好 首先解題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們就會認清了Pace value 位值 由於它是小數點後 第二個位 所以是10的-2次 所以最終的答案就簡單 就會是8.1072乘以10的-2次 不過由於我們要取近次值 而是取三個有效數字 先選三個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8.11 1 因為445入 7 那就進位 就是乘以10的-2次 這條亦都計算完了 那就再落下一條 咦?這條搞搞新意思 不過都不怕 我們從小學四年級 都懂得把分數化作小數 好 OK 你可以依賴你的計算機 亦都可以做一個除數 那除來除去 它都是7.272 7.272 7.272 這樣 不斷地循環 OK 那我們看回 Scientific Rotation的寫法 由於它那個8 就處於十幾二次那裡 噢 忘了 0.1.2 即是個位開始數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 8.9072 7.272 重複 再乘以10的二次 這樣呢 我們說了 要將它 是 Round off to 這個 取自三個優惠數字 所以 我們最終的答案就是 8.91 再乘以10的二次 這個也是最後的答案 整個影片都差不多完結了 到最後跟大家重溫一次了 忽厭其煩 Scientific Rotation 其實就是把極大數字 或者極小數字 透過以A乘以10的N次方 去做出來的 是否方便我們去記錄 A一定是處於1和10之間 八乎1 而N一定要是整數 不論是正整數還是負整數 好嗎 大家收聽吧